嚇了一跳 在這個你知道 海風吹過來的時候 雖然說今天天氣沒有真真正正的陽光 但是你知道在唱歌的時候 我就感覺好像 哇仙女下凡了 飄下來飄下來 剛剛那首歌實在是太有味道了 來 跟現場的朋友還有這個直播的朋友問候一下 大家好 我剛剛就是 前面有點犯傻 但我一直很懊惱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就來然後被風吹 然後就是 他今天很早起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他今天很早起 他真的 他今天從 你從哪裡趕回來 我從台東 你從台東 好好好 感覺很像喝醉 從台東趕回來 表示他多麼重視今天的演出 而且你有發現 因為可能你昨天沒有來 我今天真的覺得很感動的是 我覺得跟昨天來聽歌 來感受的朋友真的不一樣 他們就是很有氣質 然後坐在那邊很認真 每一個都像評審老師 對 他要幫我打翻書了嗎 好 這個第一次在這個場館演出嘛 什麼樣的感覺 我看到那個舞台就覺得這邊也太美了吧 真的很美 而且怎麼很適合你啊 而且我跟你說 昨天無限融合樂團的老師 小董老師 你知道我問他這一題 你知道他說什麼 但是我後來的時候我覺得他很像舒適 你知道 你知道 然後我說 欸 害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一看一下 好像真的還有點像 你知道 靠海邊 你知道永安於世就有生魚片 然後就感覺 我真的 開玩笑的啦 讓你放鬆啦 在這邊唱歌的感覺 除了很漂亮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 因為海邊嘛 我其實就很喜歡在自然環境裡面唱歌 真的耶 對啊 在山裡啊 在海邊啊 然後靠著港口 然後剛剛那個 因為我很多歌其實對新鮮 對 原風 風箏 有關 所以我就看著天空唱 然後就覺得 好不錯 然後很舒服 然後你好像把大家帶到一個 很奇妙的地方 跟著風一起 然後吹鬆 而且 要恭喜葉影龍 這次的新專輯 受到大家的喜歡 活得像自己的名字 是的 真的 發片到現在多久了 我發片到現在五個月 欸 是五個月而已 差不多也半個月了嗎 對 差不多 半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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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剛講什麼 你說半年 五個月 我看著你 我看著你 我也在頭暈 那已經有中可怕的魔力 也半年了 所以這張專輯很特別 跟大家一起講一下 這張專輯是很不一樣的方式 對 嗯 這張專輯其實從我第一張專輯 討論的是自己的名字 對 再來這一張就是在講我的心 然後情緒 怎麼樣去找到自己的方方面面 然後接受自己所有完美跟不完美 對 我覺得很重要 就我又要回到說現在雖然現在已經解封了 就是慢慢解封了 疫情也沒有像之前這麼的這麼嚴峻了 但是我們卻換了一個不同的生活方式 生活的模式 所以你的客家歌也會走這個方向嗎 然後下一張就是我的第三部曲討論的就是我的來處 哇 對 我的家族記憶 家族會創作家歌的是不是 哎呦 我按理會 十首歌喔 十首客語 十首 十首客語耶 對 好期待 而且聽到夜影在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用華語創作 然後把華語的很多因素帶到客語裡面 你覺得你在創作客語歌跟華語歌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自己喜歡的風格就是帶有一點世界音樂的風格 你一直以來都是啊 從第一章開始我認識夜影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在我第三張專頁 同樣也會把就是各個地方的聲響 樂器一起結合到我的音樂力 因為我覺得母語它其實也是一種世界音樂的元素 對 我就覺得哇 那是一定是最好的一個組合 跟結合 對 然後又連帶的 因為明年2023年就是世界客家博覽會了 哇 對 所以我相信明年你發了這個專輯 跟我們的博覽會也許有很多很多的連結 相信呢 我們聽著你的音樂 我們也靠著這個2023年世界客家博覽會 我們一起走向世界 嗯 那感覺真的很好 對啊 所以接下來的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演出 雖然2022年已經快過去了 那接下來的演出 然後相關 由於你的訊息的話 怎麼搜尋你的啊 可以在我的IG或者是Facebook 然後追蹤我就打夜印 然後你想要知道我更多故事的話 你可以傳訊息給我 哎呦 把我的生命故事寫成了幾封信 是 然後又可以願意告訴這些想要了解的一個人 哎呦我怎麼那麼感動啊 怎麼這麼好啊 有時候我覺得音樂很特別 嗯 估計不論語言的東西 我覺得它就是可以療癒 嗯 嗯 我們這樣講好了 有時候我們去看醫生 醫生要開藥房 其實音樂也是很多種的藥房 它可能治癒的是你的情緒 是你的情感 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 然後分享的 或者是你接納 然後獲你付出的 我覺得是 這些都是我在夜影的轉七八夜 那給它勾給我 你會錄 港書桌的 嗯 妳是哪一客家人 新竹關係 新竹關係 古宋醫工的那個壞掉 嗯 現在有沒有更熟練一點 但是我的 寫歌其實寫的視線 視線嘛 但沒關係 那說呢 你現在有沒有比較 比以前會說 我覺得很容易 我記得我那次畫她的時候 她整個就是 就看著我這樣 然後我就幫她掰一點 現在應該好很多了吧 這個努力進步中 我就要現在用一個 展新的片段給她 那你現在可以說嗎 可以 可以 可以自己自我介紹什麼 好 我來講 保我剛剛前面沒有好好講完再講 來 大家好 那些鴨片 是 給我們一種團體來中國不太加湯 哎唷 很厲害哦 好 古宋 好卡卡發出來的 客家話是一樣的 你只要多說 那種感受就可以了對不對 那 最後一個我想要跟 現場我相信 不管是現場的朋友 或者是直播的朋友 他們也很想知道 怎麼樣去 寫好一首客家歌 寫好一首客家歌 我覺得你 首先 心裡有這一個畫面跟故事 然後你就是開始 把心中所想 所思所想 寫出來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行動 其實會大了一切 你開始動 後面就會有很多 對 連結 就是自動 對 然後推著你往前走 會推著 哇 很好的建議好不好 那記得哦 任何的相關訊息 就要搜尋葉銀 葉子的葉 哪一個銀呢 聰銀的銀 林志銀的銀 非常好 這次掌聲 謝謝你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極太厭倦 謝謝 謝謝 謝謝你